無色無色, 接近的黑暗 恭喜你們 鋼鐵銀河隊順利進入A組的決賽 做得好 場對戰真的很激烈, 很刺激 這局對我們也是個好好的啟示 真是謝謝你們 雖然這局贏得驚險了一點點 這也難怪 因為盾神經矢對於打倒銀河的那份執著 又真的不可以像普通對手一樣對付 不知道那隊狂野獵牙隊現在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 等等, 驚翅首領 無論去哪裡我都會跟著驚翅首領 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 驚翅會繼續鍛鍊更強力量 然後再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 為了那一天 我從現在起都要更加努力才行 我要以大爆發爆船陀螺世界杯冠軍的身分 去迎接他的挑戰 你在說什麼? 我? 大爆發爆船陀螺世界杯冠軍 一定是我們王府眾隊 要打倒銀河 不是, 是要打倒你們鋼鐵銀河隊 所以要記得千萬不要剃少我們王府眾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才在敗仔復活賽贏出線拳 竟然真的可以再次在世界杯出場 你們真的很厲害 也對, 你們也要開始準決賽了 你們的對手是歐洲代表 王者之劍隊 他們的實力真是強得難以想像 你們會不會輸的? 有… 行了, 沒關係 王者之劍隊的實力確實很強 相信我們會陷入苦戰 但是我們答應過你們 要和你們在決賽對戰 之後還要拿冠軍 所以我們一定不會輸的 打敗了王者之劍隊之後 到時候我們還要在決賽 向你們鋼鐵銀河隊報仇 薇薇你肥了很多嗎? 薇薇你想說的是否報仇 是呀…我們想說報仇 總之就是這樣 你們就等我們的好消息了 其實我們也很想去法國那邊的比賽會場 幫你們打氣 你放心吧 我的聲音大到可以傳到法國的 我一定會幫你們打氣 真的很感謝你, 靜重 那我們決賽見吧 那決賽見吧 決賽 在決賽開始之前 阿易可以康復就好了 阿易… 阿易… 阿易, 我們很擔心你 不過真的太好了 當時我還擔心你會變成怎樣 謝謝你們這麼關心我 聽說我們最後都贏了 是呀, 也是多虧我出色的表現 靜重 說笑而已 多虧阿易和阿游幫我們追回一局 不好意思 在這麼重要的決賽之前 我的身體 不用介意 在決賽之前, 你就放心好好休息 阿易, 你是不是已經沒事了 是呀 我們一起參加世界盃決賽 謝謝你 這樣決賽的對手決定了沒有? 現在還不知道 不過一定是皇府中隊 皇府中隊究竟贏不贏到皇子之劍隊 是呀 你又說這些話了 那擔心一下很正常 阿游, 你也是這樣 我…幹甚麼? 你看我去哪兒 這邊… 你不是天真到以為 可以和大家一起在決賽跟別人對戰吧 好 甚麼事? 阿嬈 我去叫醫生來 真的很熱 我的心部真的很熱 慎重點 阿盈 阿盈 你就是我 來吧, 快過來我這邊 你究竟是將你的身體交給你 這樣你才會變得輕鬆多了 阿盈, 你給我閉嘴 阿盈 你快點放下椅子 你冷靜點, 阿盈 我要贏, 我要贏 我一定要贏 這些是…果然沒猜錯, 真的是這樣 大件事吧, 總部長 阿盈 阿盈 哥哥 爸爸 總部長 有一件事 我一定要跟各位說清楚 各位, 看看這段片子 這段是… 是韌韌和龍牙 在陀螺室大戰的決賽片段 當時龍牙她 被雷霆魔龍的黑暗力量 徹底支配著 令她完全失控 是這樣的 接著這段 就是阿易前日的片段 不要跟我說笑 阿易 各位, 你們看看有甚麼發現 這些是… 怎麼會這樣 散發相同的力量 到底發生甚麼事 爸爸, 在阿易身上的難道是… 沒錯, 她身上潛伏著黑暗力量 在陀螺手大戰 和龍牙對戰過的 是不僅僅銀河一共 我記得當時阿易 陀螺手大戰 本準決賽第四場比賽的選手 就是使用大地蒼蠅的大鳥翼選手 和毀滅之龍王 用雷霆魔龍參戰的龍牙選手 大地蒼蠅, 蒼蠅降翼賽 出現了 大鳥翼選手 終於都寫出她的拿手必殺絕技了 是不是這招就可以回政府了 我的雷霆魔龍 怎麼會輕易被你們這樣的人打敗 龍王, 長流技 大地蒼蠅 你已經玩完了 你這招真的搶得很厲害 居然這麼大膽來挑戰我無敵的雷霆魔龍 落到地獄才會後悔 我相信阿易就是 在那時候 被雷霆魔龍的黑暗力量感染了身體 阿易 是雷霆魔龍那種黑暗力量 你沒事吧? 放鬆一點, 阿光小姐 是 相信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雷霆魔龍擁有的黑暗力量 究竟有多可怕 而被黑暗力量感染了的阿易 相信一定會再次被黑暗力量侵蝕 導致失控 所以 阿易要離開江天銀河隊 怎麼可以這樣? 阿易身體內的黑暗力量 現在不斷增強 繼續這樣下去 阿易和周圍的人 隨時都會有生命危險 可是阿易一直和我們並肩作戰 我們怎麼可以趕他走 請你讓他和我們並肩作戰到最後 說得沒錯, 要他在這個時候退出 實在太過分了 你們幾個別這麼任性 總部長 好, 天同遊 你代替阿易以正選身份繼續比賽 麻煩你了 阿游 我不用 阿游 不可以讓阿易退出 我不要因為這樣代替阿易做正選 我不要這樣 求你讓他繼續比賽 不過… 我求求你 不可以 不可以 求求你 你求我也沒用 是呀 既然這樣, 我也要退出 阿游, 你在說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阿易在 就只剩下粗魯又沒有禮貌的 銀銀和忠忠 我不喜歡這樣 誰是粗魯又沒有禮貌? 總之我們要一起退出 不可以…不可以 你說什麼都沒用 阿游 爸爸, 我也求求你 你重新考慮一下 求求你, 總部長 就算阿游要退出也不要緊嗎 他是我們重要的成員 總部長? 你們幾個 因為陀螺手的心 令你們建立了心口的友誼 那當然 好, 我明白了 我會繼續動員WBBA所有資源 去找醫治他的方法 阿游 阿游 但是, 問題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因為關於黑暗力量的事 我們都是一知半解 黑暗力量的事… 是龍牙 既然阿易是被雷霆魔龍的黑暗力量感要 才咬成這樣 那只要找到龍牙 問他雷霆魔龍的事就行了 你說去找龍牙 那也有道理 你好 大爆發爆船 陀螺世界杯第三圈賽事 即將開始 贏了的那支代表隊 將會進入這次世界杯A組的決賽 而對手是實力相當強的日本代表 鋼鐵銀河隊 好 各位 由此為了爭奪最後一組決賽 直衛而來的選手出場 首先是中國代表 黃虎重隊 雖然他們曾經輸過日本代表 但是他們在敗者復活賽 簡直是世語破竹 他們現在以外卡身分參賽 中國四千年歷史的力量 果然是非同小可 隊長黃大祥 美赤雲 美美 周勝選手 然後是另一支代表隊 就是我們的歐洲代表 黃者之劍隊 以爆船陀螺皇帝 實力最強的對象 是凱殺選手為首 阿成龜爾斯和蘇菲 還有副隊員基安羅選手 都為這次比賽出場 我看在座各位都已經等得很心急 先告今天進行的第一局對戰 就是由威爾斯選手 和蘇菲選手拍檔出戰 是這樣 跟這對極具威脅的 奇怪對戰的中國代表 黃虎重隊 是誰的影子呢 周勝 美美 全靠你們了 知道了 交給我們 終於可以在世界盃 進行陀螺對戰 我整個人都熱烈烈 為了打贏黃者之劍隊 熱烈烈 你是想說熱血沸騰吧 而黃虎重隊方面 就由周勝選手和美美選手出場對戰 據巴勤怪 這兩個陀螺 可以把所有攻擊抵擋和吞勢 所以他們被稱為海曬的雙盾 很強的對手 但是… 說團隊合作的 我們不會輸給任何人 你整天都沒有美飛沢 還好意思說這種話 總之呢 贏的一定是我們 沒錯 我們一定要入決賽 跟銀河正宗決戰 再徹底把他們打敗 我們要贏 周勝 好啊 周飛 現在開始我們的任務了 好 為海曬清白世界而鋪路 各位, 準備對戰了 3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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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1 1 2 1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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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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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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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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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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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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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貴伯勤怪, 再這樣就糟了 做得好 這就對了, 這個局一定是我們贏的 開實, 怎麼還可以這麼冷靜呢 再來一次吧, 最後一擊 我知道了, 大方 左右倒卷滿 東國代表皇府中隊 再用了一支必殺專技 這次是不是會把對手打倒呢 我本來以為太快令比賽完結 那麼現場觀眾就會覺得 這局對戰很贖勤 但是打這麼久反而變得更加悶 遊戲就玩到這裡為止了 威爾斯, 蘇菲 動手吧, 巨巴勤怪 跟我們的勤怪比 你引起的波浪 只是一些微日的漣漪 引發蕭魔, 額色巨巴勤怪 好, 那個波浪被他破解了 怎麼會這樣 狂毒月女, 撐住 高空飛舞吧, 藍色巨巴勤怪 別殺專技 藍色巨巴勤怪, 巨男一擊 合集必殺專技 必殺專技 白色巨巴, 警告一舉, 你報告 合集必殺專技 巨巴, 滅世海嘯 水瓶 狂中月女 根本就沒有任何方法可疑 避開我們的滅世海嘯 可惡, 情況如何 我們輸了 有結果了 第一局對峙的勝風 就是王者之劍隊的威爾仙和蘇菲 改殺, 侵犯世界的道路 不容許有人阻礙 雖然輸了 但是還有機會的 我們一定會贏 銀河他們正在等著我們 然後全靠你了, 赤雲 包起我身上 我李赤雲一定會贏 你說會贏? 你們倆都是不要做夢了 王者之劍隊的勝利之路 沒有人可以阻擋 陀螺旋轉是受人力操控 各位觀眾 趁我們興奮的情緒還沒完 立即有請我們王者之劍隊的副隊員 基安奴選手出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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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縱 好 好 空に鳴り響く